年轻水阳 aron 年轻轻 54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受父亲的影响 喜欢车辆喜欢改装车 玩车 现在是从这个M3玩的话 那是10年 老爷子的话 因为我认识他是有十几年的时间 然后很有激情 会带给旁边的所有人带来激情 不太乐这个老爷子 非常喜欢车 对我们这些车友也特别好 男人这一辈子总要在某些方面有着一些爱好才可以 我觉得可能全中国都没有几个60多岁的老爷子 天天开着M3和G3把街上溜达 那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吸引我 或者说很吸引人的这么一个点 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他在社会上生存的压力是挺大的 王叔之所以能这么成功 他还不喜欢一些外门邪漏的东西 只是喜欢车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肯定 没有一个足够好的身体 以及没有一个足够强的这种热爱 对汽车这种热爱在这里 我觉得是正常人是做到这一点的 您当初为什么想要开改装店 第一次游戏 第二次也好 第三次 现在有一个抢堤 二郎也喜欢 就开一个吧 当时就有想法 自己的店 或者是哪怕自己一个小工位也好 能把自己的车收拾得让自己满意 自己游戏相改 从材料方面 和在业继续方面 一定是得达到了这个 所谓的切肉的需求 那么才得去开街 那北京咱都是消费者 切肉 参业之后大概两三个月 我们就开始组织这种小规模的 在马路上跑得快和慢 没有一个标准 只有像赛道有标准 喜欢他们愿意去泡泡赛道 继续提高了 在对马路上文明行事 都非常安静 很多社友喜欢在公共场飙车 炸街 所以我觉得如果 他们有足够这样多的进行 那不如到赛道行去 尽情的去释放一下 我觉得王叔他亲力亲为和凯哥一起做改装点的这点 和他自己开着M3 GT3 60多岁天天代步 这两个行为都是很罕见的一种行为了 对咱们现在所做的这个新的 他现在最后是新的 自己不断去参加一些这些装业方面的学习 像国内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代理 像KW这样的代理 或者是其他一些品牌都会组织定期的一些培训 那去参加这些这种培训 其实对自己会有非常大的提升 Double ride 那个位比我 就是外形的 不管是动力提升来讲 还是底盘调教来讲 都具备我们自己的实力 非常专业 老爷子和王凯来讲的话 他俩的技术性还有专业性 是让我折服的 这家店是一个有名俱丽的一家店 还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个人魅力 让大家更团结 就不是说互相去比 我比你快 我车比你厉害 我车提速比你快几秒 大家想的不是这些东西 去让大家共同的去感受这种 玩车这种氛围 大家想的是 咱们都是志祺的人 想的是这个 我觉得这是我收获最大的一点 就是说 这种氛围 我觉得是很难能可贵的 Double ride 所有的无损 Double ride 开心举行 我可能不太了解 就是其他人的家长 但是我的父亲 我觉得他的生活状态是非常放松的 我真的说 我喜欢这个玩车 就是他觉得到了现在这个年纪 自己有这样的爱好 他就想去满足自己的欲望 我就喜欢这个 我就想去玩 然后也不去顾及太多 自己的身体素质又比较好 所以说就这么一直玩 那一直玩下去的话 身体素质还是一直好 大家都知道 现在中国的改装圈子 可能名声在外面并不是特别好 很多圈外的父母 他可能认为这个行业 不是什么正当的行业 这个切跑拍了 就担心 实际上 我对这个切的理解 也不是这样的理解 对王叔非常支持 凯哥在这方面的东西 这样的爷俩 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见的 有些家长他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总觉得 哎呀这个小孩能够跑切快呀 哎呀这个切改了以后快呀 他不放心 他作为我这家长 我背心他喜欢他玩的 他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可能别的家长的话 他没接触 对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爱好 这种爱好要比 你要去喜欢蹦跌 要泡酒吧 这种爱好 我觉得好太多了 在赛道上跑 你可以强开他跑 在马路上跑 一定要点心价 一定要温明行思 王叔他不光不排斥 他甚至自己去做 那除了自己的热爱 孩子的热爱之外 我觉得更多的是 他想要把自己的爱好 和自己的事业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老爷的支持 王凯海去改车 这是老爷的对这个汽车事业的热爱的一个传承吧 他就是纯属自己太热爱了 他每时每刻都想开着自己最喜欢的车 好就是好 太好这个车 开起来现在目前 现在有什么感觉 这个鞋疑似太厉害了 看着一个60多岁的一个大叔 开着车 换着档 听着天蝎的排气的声 就是露出的那种笑容 那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我觉得这辆车 给老爷子带来的更多的是激情和快乐 平时我有事的话想想 怎么想我这个钱还拿着 还能再改善一下 再提高一下 玩车嘛 一个比较正确的 比一个比较阳光的心态 其实特别重要 我就是可能这个老头有点奇怪 就对于这个准特性吧